真的蠻好 還有我爸媽這件事是好笑的 他們這樣做是可以給少一點 這樣也蠻好 我試一下游水 我覺得很貓 那東西是西貢豬 超貓 地連 我在聽我的嘴巴 呆了 不是呆了 是我舔自己的飛脂 我們兩個的飛脂 我這些飛脂不是生在口唇那些 不是生在舌頭 是生在舌頭 而且是舔到上鍋的位置 例如說話會舔到上鍋 經常都能撐到 所以現在有點癡力 我今早都有新年最流行的 就是生飛脂 吃很多東西 有吃炸國仔 有很多炸東西 蘿蔔糕也很煎 一定要煎到脆才好吃 其實我今早也有一點熱氣的感覺 所以我剛才買了一瓶涼茶 整支堆 你記得嗎 所以就 OK的 現在不是嗨嗨的 她說是嗨嗨的 嗨嗨的 不要說這些話 嗨嗨的 嗨嗨 嗨嗨 不是說出口了 對啊 小朋友有沒有學 街頭可以學得比較多 還有沒有 其實西貢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食物 有 海鮮 不是新年 有多特別 沒有的 沒有西貢年糕 我聽說你媽媽做這個蘿蔔糕很好吃 我媽媽煮什麼都很好吃 不是 你說特別好吃 你說她的蘿蔔糕是自己做的 對啊 因為她煮的蘿蔔糕是比店家更多餡 一定是 超級新鮮 超級新鮮 有干擾柱 下次拿點給我吃 你又想我自己就吃 算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吃 小姐 因為外面的蘿蔔糕都加很多粉 因為她過多 所以不用泡那麼多蘿蔔 所以茶樓那些通常是一塊東西 通常家裡的蘿蔔糕不是我吃光 是你哥哥吃光 是我哥哥和我爸都吃光 通常都是 通常我媽媽會做一滴糕 但很快就吃光 我回到家後現在要做事 經常都 媽媽想吃蘿蔔糕 我不吐 吃光了 你不知道 你哥哥 因為我們經常稱呼好笑 你爸爸 你哥哥 你哥哥 你媽媽 你老婆 對 我家都是這樣 我常常都很快吃光的東西 我哥哥很誇張 因為他太喜歡吃了 對 對 旁邊的屋子都會過來吃 蘿蔔糕真的很好吃 如果自己在家裡吃的話 對 因為其實 正宗的蘿蔔糕 你切開是會看到蘿蔔糕 對 開吃的 對 但現在茶樓那裡都看不到蘿蔔糕 都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放蘿蔔糕 因為是蘿蔔糕 他們會放很少 可能一兩條 但是因為 不少在我家裡習慣 不是很吃蘿蔔糕 為什麼 不少在我家裡沒有這個習慣 雖然我從小到大都沒有什麼 我媽媽說 現在這裡是香港 是啊 上海沒有 沒有這個習慣吃蘿蔔糕 雖然我入小到大都不太喜歡吃蘿蔔糕 但是你們說得這麼好吃 我當然會吃 但是真的很好吃 最初年糕也是 年糕是不買的 不知是買還是親戚 初初我媽媽來到香港 不斷學蘿蔔糕 學了之後就很好吃 見到一些同學吃蘿蔔糕 想吃蘿蔔糕 然後她不知道是多少親戚做的 然後給我們 最初給我吃 超不喜歡吃 蒸給我吃 哇 蘿蔔糕 因為我們習慣人同學是煎的 做一些一起做的 是蒸的 不會想到那個糕是用來煎的 還有我們的蘿蔔糕是沒有味的 我知道 我媽媽以為是同樣的做法 然後就六年 然後她又沒有問別人怎樣做 她說好了好了 我來做糖水幫你吃 然後做了好像普通的糖水 就是湯圓 做些年糕又快要喝 哇 很甜 很奇怪 對呀 因為沒有吃 然後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還沒出生 然後我記得是我弟弟出生那一年 他就懂得拿 懂得拿來煎 然後買點蛋 通常 對 超好吃 超好吃 如果不混蛋就這樣煎 都沒有吃 都可以接受 但是蛋也好吃 我不喜歡 我喜歡混蛋 好吃 對 混蛋很好吃 好吃很多 超好吃 現在想起我不好睡 但是我不喜歡吃馬蹄糕 哦 我不喜歡吃馬蹄糕 因為咬下去好像 沒關係 可能吃一兩塊OK 不是最喜歡吃的糕 嗯 是啊 還有呢 上豆糕 上海有什麼特別的新年 我知道 我去到新年 我家就會煮在上海的年糕 他們用上海的年糕 就像一塊粉一樣 然後切開一片片用來炒菜 嗯 這個是很好吃 很好吃 對 很好吃 其實我打火鍋是最喜歡用年糕 哈哈 但是香港人很少 對 很好吃 其實放年糕的話 下次我們可以試一下 打火鍋的時候放年糕 好啊 因為年糕會吸收 但是我媽媽會這樣 白色的 會吸收蜂腔 很好吃 會沒有煙韌的 對 對 我不知道 我這樣做 而且我覺得年糕很好吃 因為又便宜又快 又有益 對 就是飽肚的麵食類是有益的 麵粉 對 麵粉 因為那一包東西 你拿回來很硬 扔死狗 對 但是你放湯或煎炒 很快三分鐘已經可以吃 對 很少 超快 超好吃 超好吃 對 我最喜歡吃這些澱粉質的食物 對 對 還有一些什麼 上海新年特別的食物 糯米飯 那些 但我媽媽的 對 新年很喜歡吃了 我也是 我也是 一個甜的 哦 就是在街上我經常看見 那些什麼 甜蜜 哦 就很簡單 OK的 很簡單 我可以吃一兩口 不是說 超重要的 吃得多就會很膩 吃得多的 蘿蔔糕那些你會很狂吃 嗯 嗯 然後就沒有特別 氣氛呢 氣氛很好的 怎樣 都很痛 香港差不多 很好的 香港差不多 我從大陸差不多應該說 但我回鄉下你很開心 是啊 是啊 到處跑那些 但是最不開心是回大陸過新年 原因就是因為 一些利是 是一元 哦 是啊 是一元 他們一元都是紙 完全 是啊 就是有一年 是啊 有一年 沒有內 什麼一毫子 一毫子都是紙 其實你一港派10元的話 一拿出來你已經每秒 是啊 很壞 是啊 是啊 完全是 不知不知道 好像有九七之後 原來是40元 很便宜 九七之前 你到處三不識七的人都會派20元 然後 有一年又出了硬幣 那些人又迫著派10元 然後再出紫色那一款 對 就開始 然後 說回上海 豆磊市的時候 有幾年我都在上海過的 然後第一年我知道是派什麼 然後第二年 因為派的時候 我不拆的 所以剛剛不讓我拆 要過了晶園 初六嗎 不知道我要過晶園 15 因為晶園 應該是 應該是 要放在浸頭底 對 對 回來聽聽我怎樣在浸的 我以为你会哭